民数纪第32章 比稳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供取之地 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你仆人也有牲畜 又说 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 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摩西对迦德子孙和流遍子孙说 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 你们竟坐在这里吗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 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上以十个谷 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 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 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 就启示说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 谁知 你们起来接续先祖 增添罪人的树木 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 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 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 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 两支派的人挨进摩西说 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 为妇人孩子造成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 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 但我们的妇人孩子 因这里居民的缘故 要住在坚固的城内 我们不回家 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 同受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 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若这样行 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 等他赶出他的仇敌 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 然后你们可以回来 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 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倘若你们不这样行 就得罪耶和华 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 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 为你们的羊群累卷 加德子孙和流遍子孙对摩西说 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 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 都要留在激烈的各城 但你的仆人 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 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祀 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 加德子孙和流遍子孙 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 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 那地被你们制服了 你们就要把激烈地给他们为业 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 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 加德子孙和流遍子孙回答说 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 仆人就怎样行 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进入迦南地 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 仍归我们 摩西将亚摩利王西红的国和巴山王厄的国 连纳地和周围的诚意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遍子孙 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 加德子孙建造迪本 亚他路 亚罗尔 亚他路硕反 亚谢 约比哈 博宾 博宁拉 博哈兰 都是坚固城 他们又累羊眷 流遍子孙建造西石本 以利亚利 基列亭 尼波 巴利缅 西比马 尼波巴利缅名字是改了的 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 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的子孙往基列去 占了那地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 他子孙就住在那里 马拿西的子孙雅尔 去占了基列的村庄 就称这些村庄为哈窝特雅尔 挪巴去占了基那和基那的乡村 就按自己的名称基那为挪巴 您的呼吸 我讨论 我讨论 我们的呼吸 我讨论 我讨论 这些村庄为 我讨论 我讨论